老奶奶 别看了 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啊 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 不要乱跑 记得赶紧回家 对吧 咱们村这么多人都说你都说不做 非得派无人机过来飞你 对吧 回家赶紧休息去 大爷 这是非常时期 你不戴口罩又往外跑 别笑了 赶紧骑你的三轮车回家 回家好快待着去 哎 后手后手 不要看了 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 你听到了以后 赶紧回家 不戴口罩就赶紧回家 这两天是非常时期 没事就别瞎晃悠 对吧 为了咱们聪明的安全 也为了你家人的安全 对吧 赶紧回去 有的那个老人也不咋爱听话 但是通过这个高科技飞到这个房顶的时候 跟他对了话以后 这个老人就感觉他也是可能受到一点点的想下吧 然后他也听进去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宣传方法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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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